天津女排拿下了23-24赛季的首场胜利 面对老对手山东 他们派出最强阵容林峰获胜 虽然开门红且赢得酣畅淋漓 但还是暴露出了一船的软肋 且李盈盈打满全场也引发了争议 根据技术统计 天津全队的一船到位率只有30% 其中自由人孟子玄最低 一船到位率只有25% 随后是王毅竹的28% 最高的是李盈盈的33% 以往天津女排给人的印象就是一船稳定 复工进攻犀利 但就现在而言天津丢失了传统优势 由于一船到位率偏低 天津女排并没有组织过多的复工进攻 只是依靠李盈盈 瓦尔加斯和王毅竹三门重炮左右开攻 三局求下来 天津复工只获得20次进攻机会 三名边工分别28次进攻机会 瓦尔加斯 30次进攻机会 李盈盈和28次进攻机会 王毅竹 山东现在的发球策略很明确 那就是避开一船能力较佳的李盈盈 改为追发一船较差的王毅竹和自由人孟子玄 王毅竹接了18次一船 孟子玄20次 李盈盈12次 王毅竹一船不好可以理解 但孟子玄一船也那么差 就让人很难原谅了 如果孟子玄这一点再强一点的话 天津的实力会更强 李盈盈本场比赛拿到17分 仅次于瓦尔加斯的20分 但考虑到他还接了12次一船 扣球数量比瓦尔加斯还多两次 是球队名副其实的攻防核心 不过 李盈盈真的需要打满全场吗 山东队前两局并没有给天津造成任何威胁 比分快速被拉开 王宝全完全可以终局换下李盈盈 让他获得轮休机会 相较于前几年 李盈盈本赛季在国家队的担子更重 导致他全年无休 亚运会走下领奖台 还需要被人搀扶 本以为第一阶段 李盈盈会获得放假机会 和袁新月 张长宁等人一样 尽等身体康复 没想到 天津女排直接让他打全场 而且还是打满 丝毫没有轮休的机会 上周七 朱婷之所以伤病加剧 和他不知疲倦的打比赛 有着很大关系 希望李盈盈可以吸取教训 也希望天津女排可以安排李盈盈好好休息 在瓦尔加斯和李盈盈的带领下 天津女排左右开弓 无人能挡 瓦尔加斯28扣19中2贝兰 李盈盈30扣16中2失误贝兰 两人的成功率都达到了50% 当瓦尔加斯和李盈盈逐渐开打后 小将王义竹这边也是火力全开 28扣10中2失误贝兰 拿到全队第三高分12分 也正是因为有了李盈盈 瓦尔加斯 导致天津女排完全不需要好一传 只要聊高了就得分 一个约2 cylinder 一个约2 一个约3 一个约11 一个约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